我們接著要邀請我們敬愛的游錫坤 游院長為我們致辭 掌聲歡迎游院長 吳董事長 吳校長 陳委員 縣長 吳委員 江市長 江鄉長 各位貴賓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午安 鍾盛兄是一個數學家 也是一個教育家 不管是數學家 或是教育家 他都是非常出色 鍾盛兄 他是我最敬佩的人之一 他也是我的恩人 說到恩人 大概很少人知道 甚至吳董事長 好像我也沒有跟你報告過 1981年 那時候我33歲 我參選台灣省議員 大家知道 習慧出身 像鍾盛兄 那麼窮 但是我練書都構長比較坎坷 所以我在參選台灣省議員 那時候國會沒有改選 那時候臺北市長 臺灣省有省長 但是也沒有改選 臺北市長有領選 但是臺灣省長沒有領選 立法委員 雖然有政府選的時間都很少 所以那時候省議員是臺灣的政治重心 那游錫坤 以一個治理商專 意見部畢業商 在銀行 也不是銀行 就國泰信通 後來的銀行 後來變成銀行 一個小成員 叫什麼 辦事員 辦事員 他的最低級就是助理員 那我是助理員在上班 所以一個這樣的出身背景 那要參選臺灣省議員 很多人都講是量幣 不過因為我勇往之前 不然在進行過程當中 當然募款不容易 不過那時候的選舉跟現在不太一樣 就是說會有很多點 殺豬來 拿菜來 就是說所有的水果蔬菜 很多市場 很多點都會提供 那但是經費還是非常欠欠 那紀錄遠間接 在那一次的選舉 後來我僥倖當選 贏了764票 我僥倖當選 大家不看好 所以募款當然不是那麼容易 那周師兄那時候 我跟他全部不認識 在那個之前 我曾經聽他講過 那個講課是在 有一次我在台北 有人邀我去聽這個林仲勝先生 那時候叫做建國補習班 他有見課 去聽他講歷史課 他真的只是帶一支粉筆 拿到課堂上 沒有獎勵 沒有課費 也都不必看書 他就滔滔不解 口頭閒頭 調理分別 他每次在那邊講 講課的時候 都是課吧 都是報啊 做不下 雖然這樣 但是我跟他分手 就只有聽他這樣講一次課 結果我選到半讀的時候 忠勝兄 邀我到南 到開封街 就是南洋街有一條 我現在忘掉那個 南洋街就是青年會那一條 那邊叫 有寫台大補習班 病院補習班 要我到他辦公室去做 之後聊聊一下 關心一下 就是說選舉的選舉怎麼樣 關心了以後 我先講 我那一次選舉 1981年 我臀部花 全部募還就是95萬 95萬 那我大選 這95萬裡面 忠勝兄拿股給我10萬 那時候10萬是非常大的一筆錢 可以說 在我的禁險經費 捐款裡面 他那一筆經費是最大的 可以看得出來 忠師兄他 雖然那時候 他也在台北 拿捏金融事業 但是他對故鄉 對台灣的民主真的非常關心 所以 忠師兄他不但不是我禁聘的一位長者 而且是有冤於我 是我的恩賤 我藉這個機會 向大家報告 表達我對他誠心的感性 那後來 也非常感謝他 在我當縣長的任務 大家都知道 我當縣長的時候 他說那是七三歲道還不通車 那時候依然還是好山 但是 周中先生願意回來回鄉 來創設 這個貴登總區 這個組的名字 對當縣長的人 也是幫助非常大 大家知道 1997創辦 我是1997年的12月20號縣長縣任 所以他在籌辦的過程當中 可以說 這個 跟我的縣長任期是重點的 那這個部分 他對我在一任縣長任內的政績 也有加分 所以我非常感謝忠師兄 已經五年了 不管再多久 宗師兄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最後祝大家健康 大家謝謝 好 先謝謝游院長